我们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 焊接必须要达到一次 必须要百分之百 就是一次要成功 在技能上呢 你必须考取国家核安全局的 这样一个资质 叫民用核安全焊接方法资格证书 这个难度非常之高 现在我们普通的一般都是 这个学生要把这个证捷考下来的话 最起码得半年以上 但是你考下来之后 你要真正能够解决现场的这些工作 最起码五年以上 很多职业院校目前面临着一个困境 就是他是这个民办 他投入的基金没那么多 我觉得企业跟学校可以形成订单 相当于订单班回秀 这样的话 陪出来的学生就相对正好适合一个实业企业 他来了就很快就能入手了 我从一个放羊娃 成长为合集汉工 又现在成长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 我觉得一定要成武器 我相信你只要在你的岗位上 脚踏实地 然后再一步一步一步去成长 我相信360号航航出装员